会议评级一家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及中国银行的生存力评级 从BB相讨至BB家 建行和工行生存力评级相讨的原因在于 与其他中置银行相比 这两家银行保持着较高的资本充足水平 和较好的损失吸收能力 这也和他们较好的资产质量 和较低的风险骗号密切相关 中行生存力评级相讨的原因在于 该行境外业务的风险环市措施较严谨 资产质量较好 与此同时 区业多元化缓冲了国内资产的风险 中国当局把控金融业风险的承诺 是朝着改善金融系统整体稳定性的 能得到必要的提升 会将采取相应的评级行动 如果中国的信贷增速能持续放缓 系统传染风险降低以及透明度提高 这可能上调其对中国经营环境的展望 资产质量是这些银行生存力评级的最大影响因素 在政府持续去杠杆的大环境下 既用系统内的信贷因持续增长 尽管经济不利条件减缓 将有助于减少短期压力 但会议预计 资产质量压力迎降持续 如果中国政府能把防范结构性金融风险 优先于经济增长之上 其需减少表外活动 或通过增加资本 提升银行的选持吸收能力 这些银行的生存力评级可能上调 相反的 如果经济环境加具精致不平衡和金融脆弱性 这些银行的生存力评级可能下调 请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